钢山地区自古极有拼铺族人的开发居住 汉人的开墾则是于明镇时期 最早钢山被称为甘真林 到了乾隆年间 开始有记载阿宫殿地名的文献 阿宫殿的游雷其实有两种说法 有人认为阿宫殿原本是马卡道喜平普族阿家社曾经居住的地方 加上当时已形成有许多店铺的市集 汉人至此开墾后将阿家转移为阿宫 再加上店子而成 另一种说法认为相传清朝康系年间 有一名老翁在西班盖了茅屋 涉滩卖杂物点心 并提供茶水供应路人 方便往来台南高雄左营间的旅人寄宿 因而有了阿宫殿或是翁殿的称呼 1920年台湾地方改制 台湾总督府以附近有大小钢山为地标 改名为钢山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在此设立空军基地 战后改设为高雄县钢山镇 认为台湾重要的空军基地 空军官校也设在此地 必见有许多的空军眷村 除了珍贵的眷村历史 刚山的宗教古籍也不少 收天宫创建于秦康熙51年 位于中山公园北侧 主祭妈祖 是刚山区最著名的庙宇之一 收天宫今年正好是建庙三百年 不过现在看到的建物 已经不是原本的建筑了 日据时代 日本人以街道规划和整治河川的理由 将收天宫拆除 两百多年的古庙 毁于一旦 现在看到的建筑 是在民国三十八年 由地方师生 集资重建的 庙宇造型呈现完整的 回字型结构 而庙宇的建筑特色 则是采取台北龙山寺的精华 融会建造的 近年来经过市政府的活动推广 现在收天宫除了是大岗山地区 主要的信仰中心 更是假日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天宫正对面的中山公园 入口牌楼 正是日治时期 日本神社的大门 目前正在进行整建工程 预计102年6月完工后 将被岗山地区民众 带来优质公共绿地环境 提供市民 一处舒适的休闲景点 一个百年小镇 绝对有它独特的味道 岗山融合了各式各样的族群 也包容了四面八方的文化 有人说 岗山有三宝 羊肉、蜂蜜、豆瓣酱 而其中 又以羊肉的发展最为规模 来到岗山 您绝对不能错过 岗山最有名 好吃又健康的 岗山羊肉 我想说岗山 它是一个在我们高雄市 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岗山在高雄市 它只有岗山有八个区 环绕在岗山 长期以来 岗山因为有这个 我们的重贯线 就是省道通过 所以说我们右边 岗山右边 靠东边的山产的位置 通通会到岗山来还买 西边我们海产的部分 也会到岗山来还买 所以说岗山一直都是我们的 所谓的经济活络的一个重镇 那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的羊肉 其实岗山我们现在目前 羊肉养殖 养殖户 所整个坨树 大概是有四千头左右 那岗山的羊肉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东边这边的 像田辽 燕巢 阿联 路主 还有大社 这边的羊汁来进来 所以岗山的羊肉 在我们 这个岗山地区 是一个重要产业 2012岗山羊肉节 在通向路 与聚轮路口举办 今年最吸引游客的部分 就是丰富多元的活动 现场活动 除了有千人涮羊肉 千人吃半桌 还有千人大赶集 以及千人来养羊等 适合全家大小 一起来玩 所以在从岗山羊肉 然后羊肉炉 加个演变以后 然后再加上 它本身要有酌料 所以它会演变一个什么 一个豆瓣酱 豆瓣酱 这个豆瓣酱也有辣味的 比如说川味的 四川的进来 很多豆瓣酱他们的研发 所以豆瓣酱又是岗山的 另外一种宝 接下来民众们要亲自上场 准备料理进行比赛了 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三位主厨 亲自示范好吃的羊肉料理 让明周在家也能自行下厨 享受五星级的美味 好 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三位 非常厉害的大厨 我们的评审们 要欢迎的是 施泽民大厨 以及林登春大厨 还有陈振中大厨 两半的方式 我们拿这个薑 这个薑法来炒 这个薑和麻油 炒香料的时代来修煎 这个时代把它倒进去 因为我都调好调 因为比方便今天要修用 好 现在要调味了 来 哪里有 那是哪里有 来 大家看一下… 就酪和酱 这样现在可以吃吗 不吃饭才会老婆 这样要淹多久 淹的时间时间 所以全部大概在中央用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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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这个是羊肉片 还是羊肉嚼 这是我们大会提供的羊肉片 羊肉片 好的 吃完料理也逛完市集 我们来认识一下 和羊肉一样有名的 钢砖篮框会 那是什么 我想提物品的 哪 咖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鱼具 比如我们钓了青蛙 放进去以后跑不出来 头小小的 然后肚子大大的 这个咖 所以哪咖啡 那为什么人家都讲说 你哪咖啡 是为什么叫这个点名 以前早期 我们货币比较不流通 都是用以物易物 所以说钢山的哪咖啡 现在目前在台湾 是瘦果仅存的 比较传统的市集 就是他家种地瓜的 他就把地瓜 后来男子人拿来 他们抓鱼的 就用卡拿来 那久而久之 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 以物易物的一个特色 那包括锄头 包括一些农特产 或者我们的一些什么 一些工具 都会在那边交换 其实我们拿卡了一年 钢山一年有三次的哪咖啡 配合三个神明的生命生 比如说是有大庙会 他们来的时候 刚好可以护这庙会 刚好是那人群很多 所以刚好是做一个 以物易物的市场 那可是我们这个 现在目前 这个产业的结构 慢慢慢慢转变了 货币的流通 也非常的畅行 所以说我们这样 哪咖啡的形态 也慢慢慢慢改变了 虽然是两百多年 但是改变了 地方也慢慢慢慢改变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 钢山 哪咖啡 还是保持传统的 荣利的三月二十三 荣利的八月十四 还荣利的九月十五 这三天在交易 所以现在目前 钢山这个哪咖啡 就是钢山一年三次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传统的交易的一个节情 节日 2010年高雄县市合并 升格为直辖市 高雄市政府也在钢山 投入多项重大建设 中山公园的整治 加上推广成为观光景点的 百年寿天工 实际会带来庞大的观光人潮 另外 钢山还有高雄市平乙系馆 已经独特的独卫博物馆 还有全国唯一的 罗斯博物馆也即将开幕 更将信外地游客 前往参观 2012年年底 引颈期盼的高雄街运 钢山镇即将完工 钢山区区长 更积极争取公共脚踏车 假地租 以地还的服务 往后来回高雄与钢山 也就更方便了 为积极改善 钢山区 鼎挖地区 长久以来的水患问题 市府也正进行 点宝C AB区制洪池工程 目前A制洪池已完成 并且功效显拙 高雄市政府 要让钢山的民众 不只住的快乐 也要住的安心 保留着历史的痕迹 岁月的风华 钢山在新宇旧的 无限铺上 铺出一手手 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歌曲 为钢山展露出 百年老店 重新闪耀的新奇迹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